Dream 我只要唱一句 他們就知道我們今天要訪問的是誰 一杯個太陽 誰啊 是棉花糖 嗨 大家好 我們是棉花糖 我是棉花糖 我是棉花糖的小球花好 嗨 我是OYA DJ娃娃 那我們現在聽歌好了 還是不要聽好了 不要聽 那不要聽 我們來聊天 等一下到副歌的時候 我要先給他唱 我要先聽 這是你啊 聽說有人穿四件 然後他現在明明這個 錄音間裡面好像有點熱 然後他還要戴毛帽還要戴圍巾 真的就是我 你感冒了 為什麼 我有三個感冒耶 你三個感冒 你不要緊張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吃我 就是我有三個感冒 第一個是腸胃型的 然後剛過完之後就來第二波 第二波是 我忘記第二波是屬於哪一種 然後現在是第三波 是連續 中間大概隔兩三天是正常的狀態 嗯哼 你不要害怕你也不要緊張 我不害怕 你一定會好的 我比較害怕 屁欸你 欸那你怎麼都沒有感冒 我不知道 他很過分他這個天氣他都穿短褲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對但是他家裡都短袖短褲 但是他一定要戴手套 還是你跟他說 還是他吃什麼你就跟著吃什麼 看看會不會就是身強體狀 我是跟他大家都吃得差不多啊 他吃很辣欸 喔我跟你講辣椒就是殺菌啊 真的 你看我就是吃 你看看我跟妳講 吃辣椒喉嚨也不會壞掉 我也有吃辣 但是他吃真的很辣 沒有要逼他 你要學習啊 好恐怖喔 對啊你現在是可以 可以吃吃看辣椒 我覺得辣椒是可以殺菌的 你說單純吃辣椒 嗯也可以啦 好 不然你也可以加在麵 你看我一提到辣椒 我那口水就囤了一口 我下次大冒險會試一下 好吃啊 真的很好吃 好 今天棉花糖為什麼要來啊 因為 你們自己說 在1月 因為我們在1月4號有一場 在演唱會 在NEO19 然後是晚上8點 入場 你們真的好多表演 你們大大小小的那個地方 都去過了耶 可是這個地方 晚上8點入場 不行耶 晚上6點 然後因為這個地方沒有去過 明明就是 哦對對對7點半開始 然後 6點入場 對啊6點入場 他剛剛說8點入場 那唱給鬼聽啊 我講錯了 8點入場也可以啊 因為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他這樣講 然後就會有些人8點進去 然後有一些人就會 早一點進去 耶 然後就可以疏散 就可以從一半開始看 這好嗎 欸可是 然後然後你們 是這張專輯 已經可以買得到了嗎 嗯 11月14號已經發現 那這首歌 不過我現在就是可以進那個 KTV的時候 可以 現在大家如果一直點他來唱的話 他就會 撲破我們有史以來的紀錄 因為基本上我們KTV的那個 都沒有出現過我們的名字 點國綠嗎 對 有啊之前上一張專輯有 有嗎哪一首 再見王子啊 然後就那四首歌都有 再見包 對對對 好日子也有 我是說上那個第幾名那個耶 喔你是說排行榜 對啊 排行榜不重要啦 嗯 排行榜真的不重要好不好 神聖的前兩天還跟我說很重要 就大家一直點 然後點到第一名的時候 我們第二首歌跟第三首歌 就有可能人家會買 他現在都騙人 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多點 這樣KTV的業者就會來買 接下來的歌 這剛剛那你講的話那不是 我跟妳講這個話我也常常講啊 可是我都覺得那個業者 都好像有聽沒有到 真的嗎 真的啊我都覺得 快點可以來買嗎 來買嗎來買啊 然後這都還可 有啦他沒有給錢 然後一支 所以其他的就給他們唱 沒有啊像我爸的筆 跟我自己的歌 然後我都很想要 然後但就是都沒有人給我們錢 然後算了我們今天重點是棉花湯 所以我們要進去KTV要點什麼 一百個太陽 月亮 耶 對 這首歌都會把月亮忘記耶 因為他在後面 然後可是我都會被前面 一百個太陽 然後被吸引 然後就忘記還有月亮啦 耶 等一下聽就會聽得到啦 現在在聽啊 現在在聽啊 對對對 我們都在副歌的時候讓你唱 沈沈哲也可以唱 不好聽 我要聽 沈沈哲唱快點 沈沈哲快點唱 都是美好的荒唐 裡面可以放那麼遠 一百個月亮 唱啊 好了 好了我要介紹一下他們這張專輯 他們這是第三張的專輯 叫做不被了解的怪人 嗯 你們覺得自己很奇怪嗎 我覺得其實每一個人都都會有 就是自己奇怪的地方 對 就是你可能 常常我們可能物以類聚的時候 大家不會覺得你奇怪 可是當你到另外一個場合的時候 甚至你的任何舉動 很多人都會覺得是你是奇怪的 還是因為說就是不熟而已 因為我覺得人其實都是會有很適應性的地方 我剛剛很很讚同你講的 每個人都有很獨特的那個奇怪的地方 嗯 可是啊就是 但就是你看 你們說不被了解的怪人 你知道那些怪人 通常被人家覺得自己是怪人的人 然後他們就會看你們的演唱會 然後他們就會想要去買票 你們是有多怪 嗯 然後他們就會去找你們 因為物以類聚 可是我覺得就是 可是我們其實覺得怪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 你不要擔心別人覺得你奇怪 嗯 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更重要 好那那你舉一個怪的 你覺得你自己怪的 怪的啊 我舉一個我覺得自己怪的 就是我每一次啊 要去那個校園演唱會的時候 然後看到很多很喜歡的歌手 就很想要 想要就是很興奮想要跟他們 合照 對或者是擁抱或握手 或是告訴他們我多喜歡他們 然後買他們的專輯之類的 結果每次看到他的時候 我的身體卻是往後 但是我的人是往前 就很怪 然後 可是別人看起來就會覺得 我好像看起來並不是那麼喜歡對方 然後回去了 但是其實他很喜歡 但是結束的時候 他只要一回頭 就是一離開現場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在那個 就是跟我們工作人員 就大家四個人講說 Shit 剛才還沒有跟他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會很懊悔 然後回家的時候就會一直想說 為什麼剛剛不要多一點 就是氧氣或什麼的 可是其實別人看起來就會覺得 我好像很冷漠 喔 我覺得不會怪啊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不會啊不會怪 所以這個是你自己 你覺得的怪 快點換你 我覺得我的怪是 呃 就是 掏氣女朋友 屁啦 主要是 就是 因為 呃我們現在自己做工作室 然後 都會有一個 很怪 我想到了 他做了一個很怪的事 什麼事 有一天啊我們就上蘋果日報 對不對是蘋果日報 然後呢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神聖哲就只有WhatsApp一個截圖而已 然後我說怎麼回事 為什麼蘋果日報亂爆 就是說什麼我們專輯什麼零私的 免費送給大家 我說哪有這種事 結果我沒想到呢 我就去看臉書 哇 神聖哲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說什麼 我們前一天 在台中的簽唱會 因為是下雨天 很多人專輯都淋濕 他覺得很不捨 如果是他他也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於是免費就是我們 你也不用退還給我們 你只要寫信告訴我們說 你的專輯被淋濕了 然後我們就免費就是送給你 換包裝給他 對換包裝 就只有CD沒給他 然後也不給他油 也不用收到他油資 也不用收回來專輯 就全部都寄給他 這個不是怪人 這是神經病 浪費錢 我跟你講 我覺得淋濕才是過癮的 真的假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專輯 被淋濕的時候 那個乾掉的痕跡 一定都不會一樣 欸你是好的 我是淋濕的 你也有嗎 因為我以前也是 就是我以前 小時候是追新竹喔 然後 他追過超多人的 然後就是 就是有時候下雨 然後淋濕就會覺得很捨不得 然後就會覺得 如果是我我一定會很捨不得 因為我們那天簽唱會是下大雨 然後我們在簽名的時候 很多朋友的專輯都是詩的 所以之後我就想說 那如果你臨時就拿來換吧 沒有關係 還有他還做一個 我也不知道是怪人還是神經病的事 就是我們專輯其實原本的那個版本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就是我現在手上的是苗圖子版 可是苗圖子它其實是比較脆弱跟沒有彈性的 然後我玩另外一張是那個 是紫的 正常的紫的吧 對然後因為呢 在做苗圖子的時候 然後廠商就一而再再而再告訴我們說 我跟你們說你的苗圖子一定會破 不管怎麼翻 不管怎麼小心就一定會破 沒有破啊 桌上那個 桌上的那一份 然後 就是它有些人翻一翻會破啊 因為苗圖子沒有彈性在 對 有牙在底的話 然後沈盛哲就說如果你破了 就免費換給你 不用啊 我就有時候我覺得廠商的話 就是聽一聽就好了 沒有後來就是我們免費考驗 因為廠商也是怪人 對啊就是因為棉花糖不是全新的啊 就是棉花糖現在已經出到第三張專輯了 所以 沈盛哲也被用過 好所以呢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怪人啊 如果你覺得是的話 也許你會覺得 好像跟我有一點像 如果你覺得你跟他們 有一點像的那個地方 也許你可以去他們1月14 1月14號 1月14號 1月4號的那個演唱會 而且 這一天的日期很特別喔 是2013年的1月4號就是 1314 就是愛你一生一世 昨天看臉書有沒有這樣講的啊 馬上就是有一種老派說法就 欸 不會不會不會 剛剛我們我就 我今天上班有收到西餅 所以我們要住那個新人1314 所以那就是 就是如果也有人那天就是 剛在一起或是剛在一起沒多久 就是剛談戀愛 或者是談戀愛準備要結婚 都可以去你們的演唱會 可以 就可以在下面喇雞 然後鏡頭可以Live特寫 所以你們演唱會有鏡頭嗎 所以你們演唱會有鏡頭 我不知道啊 會有那個 因為這次演唱會是和Freeze 就是做舞台設計的 我知道跟我的舞台 對 對 同一家 他可以完成你的願望 主辦單位 然後他們會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做設計出來 所以他們會把舞台設計得很漂亮 嗯哼 對 我跟你說他 你一定跟他說什麼 他就會盡量完成你的願望 對 如果預算夠的話 他都做得到 對 預算不夠的話 他會盡量幫你做到 你是不是怪人 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 然後他說我也是啊 他說好嗎 那就是那所以你要幫我們做一個 對 對 但我看到你們那個有一個燈箱的那個是什麼 喔 那個是我們會有一個宣傳是一個大卡車 就是很就是廣眾的那個 卡 靈腰卡車 但是他會就是在台北市繞 繞好像三天吧 然後大家可以去跟這個宣傳的卡車合照 然後合照上傳臉書 當天可以換小禮物 你們有在卡車裡面嗎 我們也會去跟卡車合照 不是我說你們可以在卡車裡面繞三天 我們沒有在卡車裡面欸 你不覺得你們可以在卡車裡面住三天 住三天 住三天 對啊 那卡車裡面怎麼洗澡 就是先去洗澡然後再回來 就這樣繞三天你不覺得很好嗎 是很好 但是要我跟神的關三天我看我會瘋掉 跟神的關三天 我會死掉 我有網路應該還OK 我會死掉 欸我覺得這不錯欸 我不要跟他關三天 好啦好啦 因為我要講你關我只是給你的意見 剛剛一直講到有下雨淋濕了 你們的那個新的專輯 現在剛剛也有聽到這首歌 就叫做東京下雨了 他就是在講 所以就是一首淋濕的歌 為什麼會有這首歌 是一首承認的去東京寫的歌 對因為那一次剛好就是 我們就是六月辦完演唱會 然後辦完之後我們就去散心 然後我就去東京一個人 我是台東 然後因為接下來也 都有東 對然後接下來也要出新專輯了 然後有一些歌都還沒有寫好 然後我就帶著吉他去東京 算是去旅行啊 然後也去看一看 那有帶女朋友去嗎 沒有欸我單身 就一個人去 那剛剛你還說你要挑剔他挑剔女朋友 幫他挑女朋友 什麼 你剛剛說陳真正很怪 因為他都會挑剔女朋友 我說他會拋棄女朋友 會拋棄陳真正會拋棄女朋友 哪有啊 我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但是他最近一直覺得自己很帥 就是明明就是 去沒有攝影機的地方 他都一定要換影險境 可是他現在又沒有換 反正就很奇怪喔 然後他最近就會一直撥頭髮 我就說一定是最近談戀愛 因為頭髮太長了 不是不是 是因為他要發片 而且你也知道 他現在就趕快把自己弄到 然後1月4號如果站在台上 就是萬一就是 你知道台下說不定有到未來的女朋友 真的啊 愛你一生一次 一生一次 一生一次喔 好人家會記錯喔 再講一次 他們是明年的1月4號 在哪裡 在NEO19 剛剛有講到 如果你是那種情侶去的話 還有套票欸 對 它好像叫 雙人套票 1787 我知道 一起Party 對 然後 然後我們就是 有朋友在網路上就寫 一起白痴 喔也可以欸 一起白痴 然後可是我們有一個朋友 一起北七 北七其實是可愛的意思 所以就是一起可愛 你好北七喔 陳真哲 你好北七喔 想要跟棉花床一起北七嗎 對 大家可以一起去買他們的票 耶 那如果只有一個人 也可以買一個人的票 1000塊 對 所以我跟你說 一個人不划算 兩個人比較划算 硬怎麼樣都要湊一個 帶鄰居去也好 對 我覺得兩個人很划算 而且我們也會很用心準備節目 嗯 好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很用心準備節目 因為我上次跟他們一起去表演的時候 他們直接從台上這樣 我直接躺下來 然後被歌迷推回來 就是用那個 人海 什麼呢 人體衝浪 人體衝浪 然後我都不敢 你下次可以試試看看 這超好玩的 不要一下他們就會知道我要我多出 我上禮拜那個 就是我們上禮拜在Legacy表演 我知道 然後我有躺下去 怎麼樣怎麼樣 對 他第一次被抵押 好玩嗎 好玩嗎 我上台之後腳是軟的耶 真的假的 超好玩 你一定要試一次 我原本都不相信 後來我真的聽到別人說了 然後就下去試一次 就真的超好玩 好 我下次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希望你1月4號的時候 也可以人體衝浪給我們看 那會不會 就是大家就是習慣就是 每一次表演都要人體衝浪 不一定啊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衝啊 溫體衝浪 哈哈哈哈 帶一隻豬去衝 下次放個板子 然後站在板子上衝浪 有人試過了 好 就給他們這樣一直聊啊 聊到進廣告 好啦 謝謝 謝謝棉花糖 謝謝大姐 然後1月4號的話 我們大家一起去跟他們北七喔 耶 棉花糖新專輯已經發行了 要去買喔 怪人